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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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everybody 歡迎收看今天 你要賣多少月來了 我們這次 誒這次是路過了嗎 為什麼要再孤一次呢 一孤再孤啊 已孤了以後再已孤 對 好 今天來到現場了 2015年的 Rancer Potties 好不好 這應該是Potties吧 其實我真的搞不清楚 他型號啦 我活到四十幾歲了 我還是搞不清楚 那類型號照一下要什麼 以前有什麼Rancer VILAGE 還有VILAGE 現在有什麼 Rancer Potties Rancer EO 好不好 有很多的形式 反正呢 這個 我都稱它為Rancer Potties的 家庭版 這個車頭 有這個 路過水箱護照 一般的家庭版 2015年的 我最喜歡看這個 我最喜歡看這個 腰靠有沒有 代表怎樣 這個車主是怎樣 保守派的 腰不好 你哪一種 棒球隊 要祭司了 你舉一個例子 還有一個叫什麼 化學組 你知道嗎 化學組 金融業 好啊 金融業 欸對 這個最流行的這些行業 應該不會有這個吧 不會啊 要靠頭整 對不對 大概在里程 七萬八千公里 然後 我們 當初呢 我是跟他包二十萬 這種家庭版 一五年就大概是二十萬 其實我們也拍過 我也不知道這集要拍什麼 沒片也不能亂拍啊 對不對 你看 資料袋都來了 這個帶來就是怎樣 今天 我沒有要回去的意思 你 跟女朋友去約會 欸 無意間 發現他包包裡面 換取衣服都 衣物都帶 牙刷也帶了 你還不明白嗎 沒有 要回家了啊 你是這樣想 沒有好不好 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你可以把他帶回家 跟他講 我們來玩強姦遊戲 好不好 對方會回答什麼 不要 哇 你已經入戲了是不是 開始了 好讓我來喔 要上景語喔 跟那個 臭菸喝酒一樣 旁邊要上景語 純屬玩笑 等下真的有人出去說 我們來玩強姦遊戲 路邊身邊找一個女生 人家說不要 哇靠 好刺激喔已經開始了 好 好 七萬塊天空裡 爆價二十萬來的 我們就先看車 好不好 外表先 説上 好 保險桿這邊 這個好像是七烤的不好 你看 他新烤的七波弱 嗯 對是新烤的七波 前面有個鏡頭耶 不知道加裝了什麼小朋友 行車記錄器嗎 會不會是加裝了ACC啊 喔這裡 這裡也是耶 靠腰 後照鏡 哇 你看這個 狀況不是很好啊 有沒有 都有一點褪色 類似這個白化 然後有一點綠綠的 快長金胎了 齁 你看連上面的這個水切都是一樣 欸其實我整體車我很討厭這樣 這有烤過七嘛 他當初也是買二手的啦 所以其實整體車是這樣 你如果把 車的漆面都烤得漂漂亮亮的 但這些地方不弄 我看起來我就 很硬耶你知道嗎 怪怪的 怪怪的 渾身不對勁 嗯 會有一點點弄的感覺 所以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不是只有七烤好 一些小地方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哇這邊這條很長耶 咕咕長長啊 咕咕很長 咕咕很長 夭壽啊 後面這邊一個 唉這個要說它漂亮呢 也還好 說它不漂亮呢 其實也不嚴重 大概四處至五處 來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車身一共有幾個板件 引擎蓋 車頂屁股3 前後保桿45 左右葉子板67 4個門 11 前面兩個葉子板 13 總共有13個板件 但是呢 基本上超過6片板件 我們就俗稱的洗下半身 洗下半身 洗澡不洗上半身 洗下半身 對不對洗一半的意思嘛 頭不洗嘛 所以這也不算下半身啊 頭以下就下半身了 也不對啊 唉我們打破一個迷思耶 自古以來 這個車界所謂的洗下半身 指的就是屋頂以下 那人來講 頭頂以下就是下半身了 不是這樣吧 上半身吧 好啦 反正我不管了啦 以車來講 所謂的這個屋頂以下 我們都叫洗下半身 為什麼超過6片就下半身 你知道嗎 假設全車烤漆3萬8千塊 一片烤漆4千塊錢 那4、6多少 24 24 已經基本上幾乎快要全車烤漆了 因為屋頂最貴 屋頂再扣了6千 38減6千 32 32 洗下半身 跟24只能洗做6片 6片只有這樣 1 2 3 4 5 6 沒了 另外一邊都沒洗 黑白龍軍 這邊新的那邊舊的 所以基本上以車行來講 烤漆的部位要超過6片 我們就要把它當做 下半身要洗一洗的 扣錢的時候就是這樣扣 不能一片一片扣 如果這台車只有一處兩處受傷 那我們就扣這兩處就好了 一片4千 兩處8千 就這樣扣就好了 但是當你數量5片6片的時候就尷尬了 它處於一種 處於你知道 處於 它處於一種很尷尬的狀態 你要挑片洗 一片片洗 又有色差 你要全洗 第一個沒有色差 第二個價錢還比較划算 買一送一的概念 這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台車呢 我們斷定是怎樣 就全部要烤 洗下半身 接下來下一步 來菜鳥 我們下一步 看完外觀下一步要看哪裡 內裝 不先看有沒有撞 先看內裝 來這個一次機會 先看有沒有撞 先看有沒有撞 好 對嘛 你內裝看完了 外表也看完就一看大撞 是 浪費時間 浪費觀眾的精神 欸外這裡的鏡頭欸 哇 它可能裝黃景喔 欸 有標啦 門都開了 順便看 OK的啦 只要我剛開門的時候 打適應的啦 哇 蠻有愛的 我發現它這裡有裝那個 然後這裡也有塞一個雙層的 它有那種進化論的隔音條 我不知道是不是進化論的 就是類似上次進化論的那種 這雙層的嘛 後面這一條是後來才塞進去的 有沒有 B柱也有做 A柱搞不好也有 既然都 欸你看真的A柱也有做 所以這個應該整套都有去做了啦 這個門也是OK的 C柱也有做你看 貼紙這個葉子板的也還在 這樣看就知道OK了 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看引擎室 這邊沒撞啊 兩邊看過了 好一打開我就看到 一張貼紙 兩張貼紙 標籤 引擎下螺絲 我大到遠都看到沒有轉了 兩邊葉子板的螺絲 貼紙也在也沒有轉 都沒有轉動 欸很奇怪喔 它貼的是什麼 高然後另外一支是什麼 丸 不是 低啊 是低嗎 啊我知道了 大燈高低 對它有換 它換的這個類R84的這種 光條燈條的大燈 這個大燈應該是它換過的 這邊有寫Made in Taiwan 這不是原廠的 所以可能它換上去的時候 它有被人家恐嚇過 說它閃什麼大燈 所以它就很認真的 貼個標籤 直到往這邊轉 燈式條的 不錯 這個駕駛觀念要有 換著大燈改裝燈 也是要調一下那個光型 來看一下引擎有沒有漏油 沒有撞啊 車頭沒有撞啊 看完了 漆一打開 整個顏色就是同時期的 皮帶很新耶 而且我跟你講 它這台車設計是這樣 你看它排氣管的設計 從後面排 有沒有 有些車像上次拍那個喜美 它排氣管出來 是從這邊出來 出來以後繞過這個它的底部到後面去 那這個設計是後面直接就到後面去 這個是進氣側排氣側 然後如果是HONDA的車系就是進氣側排氣側 Toyota也是進氣排氣 排氣在前面 設計不一樣 我照一下 它這個設計我覺得有點不好 它往後傾 它的頭段又在那邊 那油不就有 對不對 肉油就先在那邊了 就臭臭的 搞不好倒起來 著火 所以其實這個 引擎的設計 真的設計不一樣 會有不一樣的問題 沒有撞 引擎的狀況 我覺得還不錯 是一台有在照顧的車 觀眾應該也看得出來吧 你也看得出來吧 我看不出來 你看不出來喔 哇難得耶 這樣沒有裝懂 不錯不錯不錯 這年輕人不錯 已經被網友霸凌到不太敢講話了 對 OK 沒撞 好標籤也在 好貼紙板的貼紙在 還有這個門 貼紙板 好膠也是硬的 後面有一個鏡頭耶 這台車我剛剛看到就四個鏡頭了 欸這邊有點不合 你看它本來就這樣 它應該本來就這樣 欸你看這裡有寫一組摩斯密碼耶 立合白寫 車行看起來是車行寫 你看喔 15CB H4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328 328 32萬8 真的假的 哇這這行混多久了 很多車行 車上面會放卡寫一些數字 你看不懂 它都有含義的 ABC是不是3 ABC是不是2 ABCDEFGH 8 是不是328 這台車當初應該是買32萬吧 欸不是啊 它這台車買到現在 它這個 它都沒有把它吐掉喔 而且328後面的4啊 你知道是什麼嗎 你一定不知道 不知道 有4萬的扣打 真的假的啊 也就是只要28萬8以上就可以增交了 我猜啦 因為每一間車行習慣性的用法不太一樣 好那我猜是這樣啦 觀眾朋友你下次 欸我這樣一講會不會很多車行回去 開始在尻那個立可白啊 尻白啊 欸我是猜的啦 不一定是這樣啦 好不好 大家都會看了耶 看了欸我會不會被殺啊 小心一點啊 看什麼小心一點 很老實欸 大家下去看這個 有密碼 哇有4萬的扣打 至少可以殺4萬 欸車的同行不要泡我啊 我是猜的啦 各位觀眾朋友不要當真好不好 節目效果跟純屬個人猜測 你看這樣解釋欲蓋名張 好啦看後車廂 最後一塊板件 欸這後車廂好難搬喔 好重喔 它這個好像已經 生鏽還是怎麼樣 爆 欸 來啦 這有一個噁心的東西出現 哪裡 你看不出來喔 那你去看另外一邊 你跟我講哪裡不一樣 發生什麼事了嗎 欸這邊沙子是不是比較多啊 它這個凸起來了 對啊 因為它這個補得很醜嘛 補到彎西扭巴的 阻擋住的沙子嘛 所以這邊 難怪這邊沙子比較多 這邊比較平滑吧 對嘛 所以它都順著這個就排掉了嘛 那邊有一些 一波未平一波又喜 風箱連到天邊 這一看就是要打過膠了 整個都打過了 哇帥啊 然後這屁股撞到 你看這邊 這個你用指甲去按壓 這都是軟的膠 這一條勾勾這個膠都是軟的 其實它不是軟膠 它是硬膠 它打硬的 可是它真的很醜 你看這個多醜 像橘子皮這邊 有沒有 你看多滑 這邊是好的 這超滑對不對 連這個原廠的點都在 有沒有 這邊的原廠點 都被補掉了 只剩下這個Y7扭巴的點 這個胖 你看這個縫 縫也太大了 你不能這樣講 有可能它原廠組裝就有問題 你要比另外一邊 你看人家本來就蠻大的對不對 對本來就蠻大的 你不能這樣講好不好 那搞不好原廠人家做就是 它故意設計成縫比較大嘛 原廠人家故意設計一個空氣力學 空氣分子可以從這邊出來 降低風阻 增加排水性 水溜溜溜溜溜都在那邊排掉 原廠這麼大一間公司 欸 山林 重工欸 Mitsubishi 那是可以做軍艦的 不是你吃壽司人的軍艦喔 哈哈哈哈 好啦 這邊有撞到 所以我要往裡面看一下裡面 這順便借我好了 你看 無所遁形 你看這個 喔 看到了 還有點生鏽有沒有看到 這邊還補啊 這都用手去補的膠 膠還補到這個RyuR這邊來了 噴漆還噴到這個RyuR 本來白色的RyuR被噴成銀色的 這樣往裡面看有沒有 你看 它修到這裡 分水嶺往這邊 這邊都原來的 所以它這一小塊也切過 相對位置就這裡嘛 這一小塊 嗯 有修過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看上面 你看來來來 看上面也看得出來 你看這邊很醜 特別的醜 這邊是用板金的 外機扭巴的有沒有看到 看到了 有沒有 這個膠也都外機扭巴 正常的膠是這樣一條很漂亮對不對 但是應該來到這邊的膠斷斷續續 這邊都沒有膠了 這邊基本上都沒膠了 這邊斷斷續續有沒有 好 比對另外一邊 你看這漆是不是寬度 就延伸到這邊來 轉折 而且你看這邊的漆不亮 你燈照 有沒有 你來看這邊的漆是不是比較新 這邊漆超亮 對耶 有沒有 這一看就新的嘛 但是呢 它這個後桶蓋的貼紙還在 所以它沒有換 這邊是板金 看小市長支持了吧 有吧 沒有呢 你不要誤導觀眾朋友 我們 我們拍攝影片的出發點是 為了要讓大家覺得二手車 沒有這麼可怕 所以你不能講誰好生 你看 誰多淺 我這樣一看 你看連怡萍都看出來了 怡萍下次再看到很噁心這樣皺皺的 跟這邊比較亮那邊比較暗 你就會看了吧 你就 你沒把握 我沒把握 多看幾次你就有把握了啦 很簡單 觀眾都看得懂了 有會跟的人已經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所以水很淺啊 看一下車底板有沒有撞到 其實我跟你講 我剛剛就有發現一件事 我一打開的時候 這邊的這個 就有點開開的 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它有調整過 有一個女生看到你就 不要這樣霧化女生 有人留言說 你都霧化女生 有一個男生看到你就這樣 怎樣 我沒有霧化女生了吧 我講男的 那代表什麼 霧化男生 不是啊 我說有一個男生看到你就 欸 一瓶 你好 我叫Simon 這樣開開的代表什麼 已經被開過了嘛 好 你不敢說 你又不敢說了 你不要提人家媽媽就好了 你爸什麼 好 這已經在外面顧過了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連這邊都開 我們還沒用這邊 它這邊是不是有點開開的 正常這個地方不應該這樣吧 所以你看 很方便你就弄開了有沒有 所以你在這邊看一下就很漂亮 這一定漂亮的啦 有沒有超漂亮超平滑 沒有任何噁心的東西 所以這前面應該有人顧過了 好看一下 哇幹怎麼都貼隔音 沒有 涼是沒有的 來 因為它貼滿了我只能這樣確認 就是 這邊是原來的 因為它真的貼的蠻好的 有沒有 這邊都是原來的 也就是底板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應該是撞到比較高的東西 這應該不是 有可能不是車子 這個應該是在倒車的時候去撞到一個 比較高的東西 石頭 鐵之類的東西 因為正常來講 屁股的撞擊 後面的車 踩煞車 來不及才撞到嘛 除非它都沒踩 通常會下沉 車頭一下沉應該是往下面插才對 我看小吃長姿勢 這集姿勢點滿滿耶 怎麼插都跟你們講了 簽下去 我說簽到簽到 為什麼叫簽 有點類似慘的意思 所以是從下面才叫慘嘛 應該不是從上面往下慘 不是嗎 應該是從下面慘上來 台語也是 看小吃長姿勢 對不對 我們也是有台語教學的 有些年輕人看我們影片 上次有個高中生弟弟來 媽媽說 他說一定要跟你拍照 好開心喔 我的車上都放你的歌 我們也是 培養一群年輕的 算什麼 我研判是倒車撞到一個比較高的東西 這是我們自己的猜測 我再去問客人看他撞到什麼 我們看了他的30分鐘了 內裝要看了 不要再拖台前了 後面有撞到 那個算蠻重大的 門板還不錯 這邊有一個類似Carbon的飾板 中貴中雨 這當初也沒有很貴的車 這當初好像大概60萬左右的車而已 椅子呢 只有上下車這邊稍微皺了一點點 方向盤 是有凸點的 這好像沒過的感覺 不知道 然後他有定住 他兩邊的按鍵有 而且我覺得 方向盤的光亮程度跟椅子的狀況 蠻符合7萬多的這個原則的 包括排檔頭 然後他 對 他中間還有一個胎壓偵測器 大螢幕的影音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是不是環景 那我先看一下後座的狀況 好後座還不錯 應該沒什麼在載人 這個人應該沒有小朋友 你看那後座還滿漂亮 好 我來看一下環景 發動一下 感受一下影型狀況 哎唷 iKey耶 這iKey是後改的 你知道嗎 旋轉耶 為什麼是Artist 而且竟然是Artist 還改款後的 真的環景你看 有沒有 還有前鏡頭耶 哇 我來看後面 有沒有 我要看右邊3D 喔 有3D耶 很帥耶 好帥耶 而且他怎麼知道我在閃燈啊 可是他你的後輪在轉動耶 線上遊戲不是都這樣嗎 線上遊戲你不給他任何動作 他會這樣 你走一走走走走走 好 不動 這個還不錯 這個應該花好幾萬耶 完整度還滿高的還不錯 這邊有一個無線的胎壓偵測器 這都是他自己加裝的 那是無線的 無線的 來 線在哪 來啊 線在哪啊 來啊 不是 我剛剛講說 它是連在上面 所以你這個是無線的方便怎樣 你今天挺好車的 那你出去吃飯 你可以把它帶在身上 隨時監控器也才一樣 好 那吃火鍋嘛 有人這麼無聊嗎 你怎麼這樣講人家咧 人家愛車啊 你奇怪了 掉了 掉了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先走了 我不吃了 你才吃一半耶 沒有 我猜他掉了 掉一公斤了 我要先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 看哪裡股票幹板耶 哈哈哈哈 它這邊有一個感應器 這個是自動頭燈的感應器 這個可能是後廠 原廠後來加裝有可能 它用那個感應那個光線不夠 它就會把你自動開頭燈 這是後加的 原廠也沒有 好啦 就這樣 不錯 怠速還滿穩的喔 你要摸一下 現在是入檔的狀態 低檔 這個怠速OK 可以 給過 我最喜歡這個車的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為什麼 試一下電折 欸 好的 這有 這金城武 依照金城武到五第三號 這個啊 怎樣 最早 誰發明的你知道嗎 金城武 鴨浪 我上一集 機後才講的 鴨浪 鴨浪 Garren有一個Sigma還什麼的 那個金城武代言的那個 那個時候 才開始有這個 後照鏡上面 會出現那個方向燈的那個光線 LED 我沒記錯的話那台車是十組 沒感覺 欸啊對我上次講錯 我這邊修正一下 那個Garren是VR4 它是四驅系統 不是VR6 我講錯 VR6是六缸 在那個服飾上面是六缸 但是在這個Mitsubishi系統 是四輪傳動的意思 這是修正一下 好啦反正最早這個 就在金城武上面 的那一台Garren 才有出現的啦 輪胎還沒看 欸二二年的欸 新的 我看一下後面是不是也是 有摳河馬呢 有在照顧喔 欸光來照一下 媽媽老花言 是不是這裡 啊這裡啦二二啦 OK 好一樣二二 好OK 喔輪胎也不錯 好啦就在後面撞到啦 那我去問他是撞到什麼 我估計不是車子啦 我估計是倒車撞到一些什麼東西 好那我們就進去 稍等馬上回來 欸他 他有摸門欸 喔 This moment 沒有這個moment啦 我說這個moment 笑屁喔 好我去跟客人問一下 問清楚再跟大家分享 極速科技 專營車用3C音響主機 好啦你猜裝到什麼 電火條喔 不是 變電箱喔 不是 我跟客人講嘛 欸然後後面是裝到什麼東西 蠻嚴重的 都有切一小塊 還有板筋了對不對 你知道客人這樣 蛤 有裝 所以呢裝到什麼東西 不知道 他壓根買回來到現在 他都不知道那台車有裝過 真的假的喔 他買快兩年 他不知道這台車有裝過 來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故事的原油 他開快兩年 他為什麼換車 因為他朋友要出國了 有一台特斯要轉交給他 好所以他來把車賣給我們 好當初爆20萬來 我們來看車 你想想看 他連後面的那個立可白 他都沒洗掉 後面撞到 不知道合情合理吧 再來一點網友留言 習慣性是這樣嗎 他一定厚藍的啦 想要凹小絲啦 對不對 不是我跟你講 這裡面他有給我看 當初他去二手車廂買 裡面有一個認證報告書 我要拿出來嗎 我拿出來但是 下面要整個全馬 因為我一拿出來人家 就知道是哪一間了 我們不要破壞別人的商譽 全馬 或者是下面幫我放一個 安妮雅在那邊動這樣也可以 好就把他整個遮起來 我拿出來啦 他有給我看他買的時候的報告書 他說沒有啊 我還有認證書耶 然後我撞過 他說在他手上也沒撞過 然後我就看 他寫說 本車骨架結構沒有任何修復的痕跡 本車的號碼 也是車身號碼 也是這個沒有異常 引擎號碼也沒有異常 也沒有泡水也沒有營業車 這台車是鑑定通過 就這樣 那鑑定師是誰去鑑定的 就這個聯盟 我的問題不是在於說他鑑定錯了 是他鑑定裡面呢 他壓根都不認為這是一個事故 厲害了喔 沒有這標準不一樣 怎樣 你是想要 怕你老闆不會被開槍是不是 我們是要講說 每一間的認證的標準不一樣 有的人撞這樣他可以通過 有的人撞這樣他認為不能通過 所以你不是說你去買一台二手車 他說喔 請問你有沒有事故 他說喔 放心啦 我們有認證書的啦 有事故就不會有認證書了啦 請客人來看一下後面 連儀品都看 現在都看得懂了 好不好 所以我要表達的不是人家認證錯 是每一間認證的標準都不一樣 不要認為說 有認證報告書 這個車就是沒有碰撞過 那有可能 碰撞沒有那麼嚴重而已 你去一間餐廳吃飯 你說請問你的食品衛生安全標準 OK嗎 他說很OK啊 我們都是有認證過的 食品安全的餐廳 其實吃完 回去拉肚子 回去找餐廳 你不是食品安全的餐廳嗎 對 我們認證的標準是 你拉肚子只要不超過一天 都是OK的 那請問你拉幾天 我就昨天拉而已 今天就沒有 OK標準 沒錯就是這樣 你如果拉三天 那我們就有問題了 你搞不好下次到下一間 它的標準是三天 你只要拉肚子不超過三天 那個都是符合規範的 好類似這種感覺 每個單位的標準不一樣 但是呢 依我們的標準 來 怡萍你覺得這標準 我們OK OK的嘛 我們超鬆的好不好 我們計程車也可以 換後葉子板也可以 但是重點來了 我們拍影片出來給大家看了 講解了嘛 然後我們賣的時候跟人家講嘛 為什麼不可以 可以吧 可以可以 我們至少不是 等下一個人來 要買這台車 我說來 認證報告來 好 沒錯 我們沒有這樣啊 這樣就好了嘛 OK的嘛 當初他說 我這樣講會破壞人家的感情 我換一個方式說 哈哈哈哈 拍片 拍片 他說這個當初也是透過什麼 朋友的他媽媽 三淑公的 舅舅的誰 的小孩 在賣車 然後就介紹介紹介紹 他是要認識去買的 所以事實證明什麼 事實證明介紹還是要注意啦 就算是朋友之間的買賣 朋友之間的介紹 牽來牽去的 說他在做車行什麼 你還是得注意 還是得小心 以免這個狀況 發生你自己都不曉得 其實客人也很錯愕啊 剛帶他來看他也很錯愕啊 那接下來就價錢的問題了 因為這個的確是一個事故 那我們必須要有價錢在裡面 這台車呢 比較差的狀況就是他的下半身要烤漆 後面撞到的部分 那我們要跟他談一下 來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價錢 我剛剛講我很喜歡這個家庭版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看喔 我跟你講這台車絕對是飽的 這台車如果價錢買不要太貴 回來一定賺錢 可以削一波啦 呵呵呵 20萬扣一扣 我夯不朗噹 我也要扣個好幾萬啊 下半身就要2萬起跳了 再往下扣撞擊的部分 跟他買個12萬假設啦 因為這個車第一個 7萬多不算多 後面稍微撞到 價錢我們也扣下來了 第三個體質還不錯 跑7萬多內裝方向盤排行頭 都不錯 也不是在超車改車的人 還放腰靠 絕對不是最熱門 時下最熱門那些行業嘛 也不會是化學組 也不會是站組的 然後再來一個 當初為什麼這個家庭版價錢很差 因為他車頭很醜 但是呢 他換的這個車頭燈對不對 變帥了一點點 但是他的水箱護照 跟這個鈍鈍的還是很醜對不對 我跟你講 這個回來 買一個那個 碾魚頭的那個 保桿 EVOLUTION那個保桿回來 換上去 幾乎快全車烤了對不對 再改一個帥一點的顏色 成本我預計 假設買12萬 成本15萬好了 夯不嚷噹 再把裡面的東西 機械弄一弄 假設不要太多的話 成本15萬16萬好不好 這賣20幾萬娘娘的 看客人要不要給我們估 不要說小吃兼商 我們出來在商延商 開公司養這麼多人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利潤 前提是建立在大雙方 要賣給我們的人可以接受 跟我們買的人可以接受 皆大歡喜 好不好 我們去跟客人講 稍等啊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OK 遺孤啦 這很快啦 客人真的還不錯 他真的是蠻錯愕的 那確實這個不是他壯的 然後他買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都這樣 最好的證據就是那個立可牌 那他真的也是換了電動車 也算人生之間的一個 很大的升級了吧 本來開這個車 直接開到特斯拉去了 那特斯拉再怎麼便宜 再怎麼降價還要一百多萬 沒有個一百三一百五你也是買不到嘛 所以這個也算是人生當中的一個升級了 最後成家價有多少 13萬元 叮咚 好不好 今天這台車呢 我還蠻開心的 第一個 客人阿薩利 客人也簡單 他遇到這個不一樣的情形 讓我們今天可以拍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這集收穫滿滿 希望大家都有長到你應該要長的知識 我呢我也很開心 開心的點是什麼 這個車他願意13萬賣給我們 我覺得在20萬以內 我們把這個車稍微再做一個整理 也有影片給大家看 整理成漂漂亮亮 只是後面那邊稍微 還要再幫他做更完整一點 更漂亮一點 修飾一下後面真的很醜 前一間做的不太好 那我們再把它做漂亮一點 顏色再稍微把它做一些變化 再換個寶桿加個尾翼 學一波 已孤了 下週見 掰掰 上肚臍以上 人有分上跟下 肚臍以上上半身 你是用肚臍分喔 不是用 爛 爛也差不多啊 蛤 不是用爛尾以上這樣算的 不是 對不對以後再來 我就是那個啊 出專輯嘛 三張合照 五張握手 十張抱抱 二十張可以怎樣 十張都已經抱抱了喔 那二十張可以怎樣 約出去喔 我是喔 不是好不好 十張抱抱 二十張就抱抱兩次 奇怪了 你要握手 四十次也可以啊 這小朋友 這頭腦裡面都想要 要帶人家出去咧 要約人家出去咧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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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